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在娱乐圈的星光异议中 有一位年轻的演员 他的成长之路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崛起之路 他就是肖战 从参加选秀节目到成为荧幕焦点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征服了观众的心 赢得了业界的认可 肖战的艺能之路始于2016年 当时他参加了中国首档青春偶像男团类节目燃烧霸少年 作为一名练习生参与其中 尽管在节目中未能获得冠军 但他的出色表现和独特魅力吸引了众多粉丝的关注 这段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表演能力 也为他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后 肖战凭借出色的表现逐渐走进了大众视野 2019年 他在《陈情令》中饰演魏无限一角 凭借精湛的演技和深情的诠释 成功塑造了一个备受喜爱的角色 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 他将为无限的悲情与英雄气概完美演绎 为这部剧增添了无限的亮点 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他的才华和魅力 肖战的崛起之路并不止步于此 他不断挑战自我 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 努力突破自己的表演局限 2020年 他在电视剧《斗罗大陆》中出演《唐三一角》 展现了与以往角色截然不同的形象 再次获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他的表演逐渐呈现出更加成熟和多样化的风采 为自己的演艺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除了在荧幕上的出色表现 肖战也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并努力传递正能量 他多次参与公益活动 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和尊重 他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作为一名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 展现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和正面的价值观 肖战的崛起之路充满了挑战和坎坷 但他始终坚持不懈 勇于突破 不断追求进步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成为了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明星之一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会继续展现出更多的潜力和魅力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成为影视界的一颗更加耀眼的心 节目最后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 感谢您观看影片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